没办法跟你说 你知道吗 他来的都是他不路了 他说他要回 他拿东西就要走 他说这样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回事 他太无理取闹了 我怎么无理取闹了 我这三个要求 他一个都打不到 我不答应你要求 你能提的什么要求呀 我还让你给我妈道歉呢 他这样就要走 这两个都拿不住 男孩儿子都干嘛 你跟我说清楚才能走 不行 现在没办法 咱们再当天肯定都能解决了 咱们再商量商量 行不行 两个人在编导的面前就发生了冲突 男孩子拎着皮箱就要走 今天他们真的来了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冲突和对立的状态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大鹏24岁来自山西市营销售 女主人公苗苗23岁来自山西市前台接待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我愿意 可以 为什么当时走了今儿又来了 你能告诉我们 当时吧 就是 怎么说了 是因为我们订婚了嘛 然后我就一直要跟他说 我说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你现在这婚你是结还是不结 然后他就跟我提了三个要求 就特别过分 你知道吗 哪三个要求 你让他说他是怎么跟我提的 第一个要求就是 当时我们订婚双方父母谈那个彩礼钱嘛 当时他家收到20万 我家不是收到个16万 我们那边不是16 18都是好彩头嘛 就说不行18吧 就这样说了一下 他妈当时就说少了20不行 可是问题 这也不是你说那种话的理由吧 他当时就跟我妈说什么 你这是嫁归女的还是卖归女的 你这样的家这样能交出来好女儿吗 他就这样跟我妈说 好 当时我妈就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让他跟我妈道歉 然后他还说他觉得做得对呢 然后他就坚决不道歉 早了20万就不干 那是什么话 他要求18万 你们家要求20万 他们家都答应了 是他不同意 你为啥不同意呢 我就是觉得 不能什么事都得听他家的 我们家亲戚也有 别人也是这种嘛 也是20万嘛 我妈当然就说别人也这样 然后我家也这样嘛 我们家又没有留或者怎么地 行 假如说这个事 是你们现在要结婚的一个 核心焦点的话 你打算怎么解决就能解决了 无论是18万也好 20万也好 他必须跟我母亲道歉 道个歉去吧 小伙子 晚辈向长辈道歉 不吃亏 他觉得是我母亲说那样的话 然后觉得我母亲错了 那这个事我们放在一边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就是我们两年之前 就因为一个女的一句吵架 以前嘛 他还挺顾及我感受的 我发现他跟女的那女的联系嘛 然后他还说什么跟我道歉啊 什么之类的 现在他就明目张胆的联系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把这些事都那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我就是 你就这样没完没了是吧 我就觉得你就是因为他呀 要不是因为他 你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那个他是谁呀 我朋友 就是他一直说他是一个普通朋友 然后就是 我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啥了 不要干涉我的朋友圈啥的 我也不干涉你的朋友圈 你也别干涉我的朋友圈 我干涉你朋友圈了吗 那别人我也没管呀 为什么我偏偏我就说这个女的呢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你跟我们详细的说什么 就是我们本来之前 除了也没几个月的时候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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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来说 我一般上班用的那个 就是联系外人用的那个 那为什么只联系一个号码呢兄弟 她就是这么说 里面存好多人电话 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 当时我特别生气 我也没理她嘛 在车上 然后结果我就听到 车上就有震动 还是那个手机 她说她朋友的手机 还在她车上 然后我接几天后来 我就没有坑气嘛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 你回家了没有呀 我已经回来了 堵车嘛 我说你谁呀 然后那个女的 听了我说话以后 她就立马把电话挂掉了 你跟她谈恋爱这两年多 一直都有这个女生 阴婚不散地围绕在你们周围吗 就是这次我发现以后 不是第二次吗 然后完了 她就是认错态度特别好 然后之后我也没有发现了 那说明没什么嘛 可是问题 她现在又跟这个女的联系呀 第二次 你发现那个手机震动的时候 她是怎么认错的 说清楚 她就跟我说 什么 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你冤枉我了 或者怎么点 然后她又一直说 然后她就又哭呀又什么的 她跟我认错态度特别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 她这个样子 我当时我所看到的台本上 可不一样 你要说就说清楚 要不然的话 不有利于真相浮出水灭 我所看到的是 她把手机摔碎了 还给你跪下 是的 她是把手机摔碎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觉得这大庆广众之下 太好吧 说她一个男人 我觉得 但她心里没有愧 她能跪吗 平时哄哄也就算了 这恰恰说明她有问题呀 你不说说我们怎么知道呢 当那天的时候她 我也原谅她了嘛 然后之后吧 她对我也挺好的 然后订婚以后 我就发现 然后她又跟那个女的联系 那个女的只要 发一个朋友圈 她就回 发一个朋友圈 她就平 然后穿什么衣服呀 还平 她看见我发现了 然后她什么都没有解释 然后我就一直问她 一直问她 她现在就一直不承认 就是她跟她是普通朋友 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 订婚以后我去了她家 然后她就对我呼来喝去的 那以前从FG啊 那去的她应该就是 什么都让我做 就好像我就 他们家保姆来 嫁到我们家 就成了我们家儿媳妇了 你做点什么 都任劳任怨是不是 你不应该这么怀怨 可是问题是该做的 我也没少做呀 但是为什么 你就一直指挥我 一直指挥我 我那不是给你 自表现的机会吗 这个呼来喝去 算第三个要求嘛 对 我就是希望她嫁到我们家 做个贤妻良母 任劳任怨 任劳任怨是关键 也不是任劳任怨 我也没有指挥她什么呀 你怎么没有指挥我呀 当时人特别多嘛 我就是让她表现一下 那我也做了呀 活地呀 然后打扫家呀 然后收拾碗筷洗碗 要做饭我都做 我又不是不做 然后她特过分 你看我姐姐姐家小孩 就是很小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 要撒尿了 你赶紧摆上去 我又什么都不会 我又什么都不懂 然后她就指挥我 还有更过分的是 她姐 我不是喝多了吗 然后喝多就吐了一客厅 然后结果她让我说 你赶紧给我姐夫收拾卷 你看她痛得多恶心呀 她知道恶心 她让我收拾 我就觉得她现在就 又是因为聘礼 又跟我妈说那种话 对我互来互去 对我指挥来指挥去 就是因为那个女的 她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女的 不要把这些事 和这个女的牵扯上关系 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问题 你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真实的情况 到底跟她是什么关系 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普通的朋友 你跟她没有关系 你就一直因为她吵架吗 她就一直都在骗我 从认识的时候 她就在骗我 就是因为那个女的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现在就想要真相 明白了 你跟着女生真没什么吧 她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多好的好朋友 可以说是无话不说吧 那个好朋友有男朋友吗 前一段时间就是 因为分手了嘛 她不是心情不好 就是一直跟我说话 她为什么跟她男朋友分手呢 那个男的不体贴她呀啥的 你们俩之间的争吵 你女孩知道吗 知道 也是觉得她家比较物质 为什么说话 她也觉得她家比较物质 你看他们聊得多好啊 你跟你这个好朋友 怎么样描述你这位女朋友呢 我听听 就是觉得她就那种大大咧咧 老是翻我的手机呀啥的 比较任性吧 我问你 你跟那个女生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 只是普通朋友 那为什么 她打电话过去 那女生要马上挂断 怕我们吵架啥的 她为什么会怕你们吵架呢 她如果她的身份是光明正大的 她明明就说 我就是她一朋友 我叫什么 信什么 我干嘛要把电话给挂了 还有 当她发现你跟那女生通话的时候 你干嘛要跪下认错呢 就是觉得当时吧 我真的和那个女孩真的什么 那你干嘛要认错跪下 她你不知道她当时 我希望你在这把这事给我说清楚 她当时闹得特别厉害 你知道 我开的车往前走 她就要打开车门 就要往下跳呢 我当时怎么拦也拦不住 我当时直接把手机摔了 我就给她道歉啊啥的 你老老实实承认 你跟那个女的到底什么关系 最好今天把这事全部都说清楚 要不然的话 接下来所有的事不能开始 我在认识她之前 就是和这个女的处过一段时间吧 但是认识她之后就 你为什么不跟她结婚呢 我认识她之后我就和她分手 分手了干嘛还在一起 家长里短的那么亲热 就是觉得这个人比较那个 挺好的吧感觉 那现在再评价一下 这两个女生哪个好一点 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特点 两个都想要 也没有 行吧行吧我说完了 来邱笔车问卷 你心中这点鬼 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你以为你隐瞒得很好 你的眼神早就告诉我 那一个神秘的女子 并不是一般的红颜知己 从这个手机的使用过程 和你女朋友发现的过程当中 很明显作贼心虚 确实在爱情婚姻的过程当中 男女双方应该有一定的 私人空间 这需要尊重 但如果说 在这样的私人空间当中 出现了问题 必须要说清楚 绝对不能躲躲闪闪 如果一旦躲闪 她一定里面有鬼 但是我证实她之后 和这个女的只是 普通朋友的联系 请你不要再说普通朋友 你不来侮辱我的智商 你刚才回答图类老师 分明地告诉我 以前你们处过男女朋友 对吧 实在认识她之后 有没有处过 以前处过 那么好了 还是普通朋友 前女友 前女友现在已经 和现在的男友分手了 我们懂的 兄弟 你说这个彩礼 18万也好 20万也好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借口 她现在的拖延 因为很简单 一旦男人在这个问题上 有点猫腻的时候 那自己的配偶 女友 干什么都看不顺眼 所以希望你三思 小伙子你醒醒吧 你要真爱她 真要她 赶紧地乖乖地 把这个那么好的姑娘 娶回家 那个跟你处了一段的前女友 你要是觉得好 你好好地告诉人家姑娘 你该干嘛干嘛去 你这样真的不好 其实彩礼呢 真差那两万吗 不差 那为什么通过这件事情 对她的长辈不尊重 我就觉得她家气势 就把我家压下去了 心里面要不舒服 为什么要听你家的 那也不是你跟我妈 说那种话的理由 你爱她吗 你要真爱她 你一定会尊重她的长辈 你不尊重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你对这个女孩 根本就不看重 那好 不看重怎么办呢 就出来一个暧昧对象 不管她是前女友也好 是现在心 出来的一个朋友也好 你跟她是暧昧 既然你不尊重她 为什么不放过她 还要提出你的所谓的 三个理由 再为难 你真觉得满足了 你这三个愿望之后 你们的爱情会幸福吗 你的心已经不完全在她身上了 所以女孩这样的人 你能跟她携手走一辈子吗 对长辈 对你的亲人的不屑 对爱情的不忠 这样的人要她何用呢 谢谢老师 如果男生 和自己的那个神秘的前女友 你们要是在一块 那该多好 我就弄不明白 你们俩人有那么多知心话要说 你来我往亲密无间 干嘛就要鬼鬼祟祟地躲在后边 还要去祸害别人 她祸害她的前男友分手了 你来祸害你的这个现任的女人 我真弄不明白 你们俩那么好 干嘛不在一起 就那个呢 就明知道这是一火坑 她一次又一次地自欺欺人 觉得啊 她不是这样的 那个女人没有问题 一次又一次地原谅 结果飞蛾扑火 这儿呢就瞒天过海 而且你知道吗 男生 你知道你最糟恨的在于哪几点吗 第一 这边弹着 那后面还有一个 这叫劈腿吧 第二 人家一旦发现之后 你能跪下来 谄媚吧 第三 过河拆销 一旦订了婚 马上胸向必漏 如果说你一直认为 你后面有一个女生 你是愧疚的 那么在订了婚之后 你应该加部地弥补自己的愧疚 你觉得我做了那不见不得人的事 我有点对你不忠 我就加倍对你好 你不是 你反过来是对她忽来和惧的 所以你哪有一点良知 我不管你跟那个前女友有没有关系 你自己内心是有愧疚的 你没有愧疚 你不可能跪下来 但你的跪不过是权宜之计 先把它哄过来再说 而你也遭恨 你老骗自己干什么呢 你们两个人都特别适合那句 我曾经说过的话 那就是你以为你以为的是 你以为的吗 就男生以为我瞒得住 女生也是 而我以为男生真的像他悔改认错那样 那事真不是真事 把我娶过来之后 真能对我好 在家人面前对我忽来和去 那不过是表面上的 背后他还会改好的 所以你今天来了就没有底线 没办法 这就是一火坑 你自己要往下跳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太没自尊了 人家心里面压根没有把你 当自己的未婚妻 他瞒着你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在一起 你要是跟他在一起 说真的 你真是打自己的脸 让自己的家门蒙羞 我觉得但凡是有点自尊 或者说在这个生活当中 关爱自己女儿的父母 都绝对不可能让你 跟这样的一个骗子在一起 好自为之吧 谢谢老师 我只想问你 这姑娘这么爱你 你凭着良心说 这两年你在情感上 对得起对面这姑娘吗 行了 懂了 人都会犯错 看你怎么改 不一定是跟这个姑娘在一起 我觉得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可能是做一个完整的人的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跟我杀了 多谢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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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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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